假设A点的坐标是37,B点的坐标是-14 如果P在AB上,所以我们可以先画一下 A是37,B是-14 AB连线,P在AB上 而且AP比上PB是5比3 所以我们的P点会比较靠近B点 比例的部分是5比3 接着我们再找一个点,就是我们的圆点 这边我们把它连起来 我们要求P点的坐标 所以OP向量就会等于我们直接带公式 比例加比例8 好,3分之3乘上OA 加上5分之5乘上OB 好,所以我们呢可以来直接看哦 OA呢,O是圆点 所以OA其实呢就是00到37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写37 而OB呢就是00到-14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-14 好,接着我们来看X分量 8分之9 减掉8分之5 而Y分量呢 8分之3721 加上8分之5 420 好,所以这边呢 8分之4 这边呢 8分之41 好,那这边我们把它约分 8分之4呢 就是2分之1 好,那8分之41不能约分了 好,所以这是我们的OP向量 那因为O是圆点 所以我们P点的坐标呢 就是2分之1 再来斗点 8分之41